他们就问了 这个墓主任是什么人呢 居然拥有如此巨大而精美 恢弘气魄的青铜边中呢 经历完整个墓葬 发现有一万五千多件随葬品 其中有青铜器 漆器 金器 玉器 在这个青铜器中发现了 九个顶和八个鬼 顶和鬼是用来祭祀天地 祭祀祖先的 九顶八鬼按照周礼的规定 这是天子的礼节 这随县远离东周时期的京城 它怎么会有天子的墓葬呢 那么这位敢想用天子礼节的 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 考古工作人员怀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把墓主人的棺材打开了 只见里面躺着一个男性尸骨 身高也就一米六二 根据推断 死亡的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 人们就感到好奇 这个身材不高的男子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经过清理墓葬中的青铜器 发现频繁出现三个字 叫曾侯乙 曾是国名 侯是爵位 乙是人名 那么显然这位墓主人叫曾侯乙 那么这座墓就是曾侯乙墓 在这组编中中也出现 曾侯乙坐持的名文 说明这组编中也是这位曾侯乙 主持制作和使用的编中 因此这组编中就被称作曾侯乙编中 这位墓主人叫曾侯乙